马来西亚外交部长塞夫丁7月25日在马国会表示,马来西亚政府将会在南海问题上更加强硬,不过,当有议员问及马来西亚海军会否派军舰前往南海争议区域, 表明马来西亚虽然是个小国也不会被欺负时,塞夫丁强调不会派军舰去南海,小国不会被中国欺负,除非自己去找欺负,塞夫丁说,新总理马哈蒂尔,在处理争议海域的问题上,表达出更加强硬的态度,具体政策会在9月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公布, 针对有议员称,中国不断欺负区域小国,马来西亚是否会派军舰去南海的问题,塞夫丁说,我们不是那种毫无理由,就派军舰随便乱转的国家,如果你是国防部长,我会很担心,马来西亚外长,小国不会被中国欺负,除非自己去找欺负。 赛夫丁坦言,中国是马来西亚最大的贸易伙伴,处理对华关系很不容易,针对南海问题,马来西亚会与东盟其他成员国家强合作,并在7月30日新加坡举行的东盟外长会议上,寻求与中国加速协商,确保南海和平的南海行为准则。 他表示,2002年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缺乏约束力,各方希望签署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,马来西亚政府本月宣布暂停中期成建的东海岸铁路计划,彭博社,24日称,马哈蒂尔将在8月访华,以与中方达成更好的交易,余文。 余文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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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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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